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們都知道海灰湯這個東西吧 前一陣子我在日本的網站上面 看到了你要有心理變態才能夠想得出來恐怖的推理題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看你們有沒有心理變態 從前有一家三口 擔心媽媽、兒子與女兒 但某天兒子覺得自己的妹妹很吵 便把她殺了 丟進後院的經歷 第二天之後妹妹的屍體卻消失了 從死殺人後丟進經歷的屍體 只要移到各地一億人都消失了 直到15年後 因為兒子厭倦照顧年半的母親 便也把她殺了丟到經歷 兒子去警內看的時候 父親的屍體卻沒有消失 妹妹去參加新人的帳禮 結果在帳禮上 妹妹看見一個遠方親戚 非常的帥 於是變一見清新 回到家後 便把她撿接給殺了 我是一個白領街警 昨天聽說我朋友在別墅裡自殺人 我傷心的到了現場 發現警察正在取證 我便試處看看 此時看到了我朋友的日記本 哼 他生前就在寫日記了 我邊傷心的想著 邊翻開了日記本 上面寫著 5月25 晴 屋子裡泛著古怪味道 那中午就好好打掃下來 不過有時味道會很大 到這裡筆記本就被撕壞了 有一句話我看不清楚 這樣就兩塊多囉 一會兒我要去跑步了 剎那之間 我想到了什麼 全身直爆冷汗 快速的離開現場 我總是喜歡在夜晚的時候 拿著望遠鏡 玩看四周 已經晚上10點了 我在頂樓 向路邊的一個妹妹望去 她上身穿著白色的T恤 胸前是一個可愛的卡通圖像 底下穿的是短裙 加上一個高跟鞋 哇 這個美女人身材還真棒 於是我們將視角往上移 黑黑濃密的頭髮 砸著馬尾的辮子 嘖嘖 唉 真可惜沒人看到正面 不過 我想 她一定是一位美女 我們學校是四人一間宿舍 到了晚上 整個宿舍樓 都會集體關燈 一片黑乎乎的 什麼都看不到 我在床上翻了一個聲 根本睡不著 嘿 都沒睡吧 這時 不知道是誰的聲音響起 還沒啊 我和其他三個小夥伴 異口同聲的回答 那太好了 大家都還沒睡著 我們來講鬼故事接融吧 這個時候 小禮突然大喊 大安靜 檢查員來了 於是 我就用臉被蓋著頭 但我發現 好像 有哪裡不對勁 越戰結束之後 返回國家的前夜 一個青年士兵打電話回來 爸 媽 我們厭倦都回來了 我想帶個無依無靠的戰友回去 能夠讓他們跟我們一起住在家裡嗎 聽到兒子 能夠回來的消息 非常的高興 當然沒問題啊 他雙親喜極而泣的偉大 但是 有件事情我得先講 他在作戰中 勿采了地雷 失去了一隻手和一隻腿 即使如此 我還是想帶他回家 我理語氣 略為低落地說到 如果只是幾天的話 還沒有關係 畢竟你知道 照顧殘障者很辛苦的 在家裡的那段期間 我們一起陪你 去找那位朋友的住所吧 你和你朋友都有各自的人生 我們要犧牲自己 照顧那位朋友一輩子 其實是不可能的 聽完之後 兒子不發育地掛上電話 隔天 長官打來一通電話 退役士兵的母親被告知 兒子從霧壁上 跳樓墜死的消息 雙親看著兒子的屍體 崩潰的大哭 最近開始一個人生活了 為了減少寂寞 我養了一隻鸚鵡 鸚鵡漸漸地從學我說話開始 亂漫的可以害我打招呼了 真是開心啊 像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他還說早上好 晚上回家的時候 他還說歡迎回家呢 他真是個好孩子啊 兩個女生拿著數碼相機 去了淋藝場塑 以下是他們探索到一半的對話 唉 什麼都沒拍到呢 是啊 該不會是沒有鬼吧 我想回家了 要來我家玩嗎 可以啊 走啊 欸 真的可以嗎 可以的喔 欸 那我們走吧 我現在 在一個冰冷的棺材裡 剛才爸爸和媽媽 都離開了這個棺材 這個棺材四邊都有玻璃 能看到光 說以為我害怕就是了 只是 你感覺越來越渴 越來越渴 好想要喝水喔 爸爸媽媽 快點回來吧 他 morb不才會 好想要喝水喔